为了统一内部意见 欧盟对成员国越发强硬了 恐怕是在自掘坟墓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关注本期中生talk 最近的欧洲可以说是一团乱 普京发表全国讲话和局部动员令后 俄乌局势越发紧张 欧洲的能源和经济危机 依然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民众怨声载道 抗议不断 不少欧洲国家右翼势力开始抬头 跟俄罗斯对决的决心也在动摇 在这样的背景下 依然打算跟俄罗斯硬钢到底的欧盟高层 开始整顿内部了 匈牙利这个国家一直不合群 自不必说了 欧盟前段时间才冻结了 它的75亿欧元补助金 就为了让它更民主 而即使一直冲在反俄第一线的波兰 因为在司法改革上跟欧盟有矛盾 也同样被冻结了一大笔资金 在到最近意大利大选 右翼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欧盟主席封德莱恩就放话 如果事情走向不对 就像匈牙利和波兰一样 他也自有办法应对 而除了对有不同意见的成员国采取经济手段制裁外 在决策机制上 欧盟也在试图取消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 并改用多数诞成制 很明显 欧盟这是在想方设法的统一内部声音 欧盟之所以采用这么强硬的做法 有说是德国和法国为了组建欧洲联盟 所以在背后推动 也有的说是美国在暗中受益 打算搅乱欧洲局势 一或者二者皆有之 互相利用 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恐怕是不会知道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欧盟这么强硬的做法 完全是在自掘坟墓 因为欧盟本质上还是一个经济共同体 虽然后来为了提高一体化程度 又搞了个欧洲议会出来 但不可否认的是 欧盟依然是由许多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 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欧洲议会提出的决策 在伤害到成员国利益的时候 必然会让该成员国不满 可以说 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矛盾的种子 是从一开始就种下了 事实上 早在几个月前 休安利就对欧盟 不断干涉成员国内政的行为 非常不满 还呼吁要限制欧洲议会的权利 只不过因为休安利在欧盟 一直都不怎么受待见 所以他的呼吁也仅仅停留在呼吁上 没什么下文了 这一次 封德莱恩对意大利放狠话 意大利内部是相当的不满 不管是哪一派系的 都觉得欧盟手伸得太长了 激进一点的 更是直接喊出要退出欧盟 意大利如果要退出欧盟 那可不是一件小事了 虽然说到欧洲 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英法德这三驾马车 但不能忽视的是 意大利同样也是欧洲举足轻重的一个国家 既是G7成员 又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 还是欧盟创始国之一 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退出欧盟 估计又是一场不亚于英国脱欧的大地震 且很可能会引爆欧盟与其他成员国的矛盾 再加上现在欧盟的能源和经济危机得不到解决 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 欧盟说不定真的就要分裂了 欧盟高层现在究竟是个什么心态 咱们不必清楚 总之呢 如果他们继续搞这种强硬的做法 那欧盟的未来恐怕真的就不好说了 好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